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標股及先鋒 我是張懷茨 昨天晚上美股主要指數全面收紅 台股今天是由全子股領軍 一路是開高走高 不只突破了月線的反壓 而且逐漸往季線來靠攏 台股下中行情怎麼觀察呢 替你請教專家是我們的資深分析師 林中翔 中翔老師 懷茨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好 中翔老師就要請教你 台股本週是收了一根紅K棒 而且今天還是補量上漲 現階段投資朋友都很期待 台股有機會逼轉嗎 那另外如果我們有操作策略 應該要怎麼調整因應呢 好 首先今天台股又漲了400多點 昨天晚上我在這裡才寫說 今天大家又要去追股票 同學 今天你不要亂追 有的股票一追就下殺 對不對 有的股票一追 啪啪啪啪就往上走 所以同學 下個禮拜一在這裡會不會再漲400多點 我跟你講大概不會 因為這裡要V轉是不太可能 可能一個底部 然後左邊右邊就形成一個震盪幅度 個股表現 昨天大盤是不是跌100多點 跌100多點 有的股票照漲啊 今天大盤是不是漲400多點 400多點 有的股票還是收低啊 還是跌啊 所以同學我一直告訴同學在這裡還是選股 有的老師告訴你說哎呀這個啊有什麼第二什麼第二 各位第二都不會比第一強 第二就是第二嘛 你要去買第二的股票就是第二嘛對不對 啊我昨天是不是告訴你衛生漲停 打空 今天衛生是不是又漲停 老師就是要這樣當啊 股票就直接講出來 讓所有的觀眾印證啊對不對 所以同學來 當沖隔日沖無懼盤勢上沖下洗 就是沒有負擔輕鬆操作 我今天有一個同學啊 一支股票沖了三趟 另外一支股票沖了兩趟 沖死人了 哎 我們都沖有量的 不是沒有量的 對不對 所以同學我昨天怎麼寫的 來看一下昨天怎麼寫的 你不要每天一天到晚都想去沖什麼 艾埔啦 什麼什麼 智元啦 現在人家沒有量 你去沖他幹嘛啦你 對不對 我問你啦 生羊半也沒有量 昨天我告訴你 威勝有沒有量 對不對 我在這裡告訴你 精彩有沒有量 這三支股票都漲停 我都是寫在裡面的 對不對 今天有一個同學 收完牌馬上跑到我們公司來 他說老師打電話進來 一通電話只有一塊錢 老師我人來了 我今天有沖有賺錢 我趕快來參加會員 所以同學 來看一下昨天 當沖波段 你看要先選股 戰幅大 戰幅大小 一量而定 對不對 一量而定 台股小跌 132點 主因是台積電鴻海 但是中小型股是不是漲 威勝昨天是不是漲停 今天是不是又漲停 老師你寫會供到118到122 我們來看一下 讓你乒乓一下好不好 乒乓乓 現在一開盤就119 我有一個同學很好玩 老師說威勝會漲 昨天收113.5對不對 他掛118買 開盤以前就掛 買不到 買不到就買不到 竟然掌林板 竟然掌林板 同學竟然掌林板 有沒有看到 所以一個老師 老師你要不要推威勝第2 沒有比威勝第2更強的 第2都騙人的 對不對 老師你又寫精彩 精彩是掌林 對不對 老師 但是 同學 這次昨天創新高 開高走地 對不對 光聖 開高走地 對不對 我告訴你 安國跟神盾 來 我們今天安國有在做 不是開盤價買 打下來買 上去沖一趟 再打下來再買 再上去沖一趟 唯一一個同學 今天光安國沖了三趟 老師賺不多 賺不多也是賺 他第一趟沖六張 第二趟沖幾張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沖了三趟 那我還有講一支股票 這支股票叫索羅門 你看 六萬張的成交量 你不沖人家也會沖 你不沖人家也會沖 今天那個新參加的那個 他今天沖了索羅門 沖不多啦 沖個五張而已啦 賺多少錢你自己算 我懶得算了 算這個沒有意義嘛 老師有沒有索羅門第二 沒有 索羅門就是索羅門 威勝就是威勝 好不好 所以同學 怎麼做股票 大家講 要講清楚 要講清楚 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索羅門 我告訴你這裡幾支股票好不好 來同學看一下看一下 籌碼分析 好看一下 M31今天漲停嘛 外資連買嘛 他被警示 所以 有一個同學來找我 梁小姐 他說 老師我有索羅 我有M31 我說M31被警示 你就先不要做 漲停買附近你就先賣掉 他賣掉了 送外面打電話來 跟我謝謝 因為 差漲停買一檔 賣掉了 不賣 又下來了 他被警示 被警示就先不要做 來看一下 這一支股票 我們在1450賣掉 對不對 他當然跌到1000塊以下 他自己買了一些 今天上去 你看 這裡 投信天天在賣 外資在買 梁小姐我叫他今天 他開拍以前就賴我 老師 那個M31怎麼看 我說今天會長 掌停板附近 你就把他賣掉 對不對 同學 來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在哪裡 四星KY 大家都有四星KY 每個人都有 對不對 我是不是告訴你 三千塊叫你賣 三千塊我也叫你賣 對不對 我說跌到一千九你又不敢買了 四星KY 我昨天寫多少 2380到2480 同學有沒有看到 創意寫1180 愛普沒有量 沒有量就不要做啊 等待愛普後面會有量 等待有量我們再來做啊 自圓 對不對 安國威聖 對不對 精彩 你看我是不是都寫給你看 神盾 宜特 星雲 星雲你今天去追高就完蛋了 因為今天開高走低 對不對 所羅門 我需要寫很多支股票嗎 我需要寫一個精彩第二嗎 我需要寫一個威聖第二嗎 沒有沒有第二啦 第二都沒有第一強 你要去做第二 我們要做第一 好不好 來看一下 四星KY最高多少 2480 我今天有一個會員要跟我討論 老師啊 來不了2480 我說你看一下 他就姑且聽一次 老師那2350我買一下 尾數就是258嘛 很多同學不懂什麼叫258 就是 582 來看一下 今天四星KY是不是 是不是最低達到2350 最高2480 對不對 今天創意最高是不是1180 對不對 今天艾普最高是不是305 305就過不去了 他沒有量 但是你看下面買單很積極 他沒有量就讓他休息一下 不要每天一天到晚就做那個沒有量的股票 你自己去玩 你豬八戒啊 大家不在裡面玩 你一個人在那邊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結果都沒賺錢 何必咧 有量的時候老師會通知你嘛 我問你安國有沒有量 一萬多張隨便你怎麼衝 老師我在衝六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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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六六六大順衝了三個六 六六六六六大順 你看神盾是不是會拉 是不是會拉 我是不是跟你講神盾他會比安國還強 我都講在前面你也不相信 一通電話你也不打 然後今天四個半小時又過去了 結果那個同學到公司來找我 他說老師啊 我今天一定要來找你 對不對 你也看節目 今天四個半小時又浪費了 對不對 我們有賺錢 不管是賺便當錢 不管是賺 不管是賺便當錢 不管是賺通告費 不管是賺月薪 不管是賺百萬千萬 總是要做才能賺 不然用看的可以賺錢 老師可以耶 我那買了我就擺著我就看了 你就看嘛 你就看嘛 從頭看到尾對不對 四個半小時又浪費掉了 今天歡樂週末了 人家衝完對不對 禮拜六禮拜天人家要好好去休息了 下個禮拜再來拼嘛 對不對 不要做沒有量的股票 你看你看神盾你看 站在均價線 是不是有量有價 這裡還拉一下 衛生 掌停板 告訴你衛生會掌停你也不相信 看一下 衛生 對不對 告訴你這個沒有量 沒有量你就要讓他休息嘛 你看24801180 我在這裡 老師你為什麼不寫掌停板 就不會掌停嘛 老師你為什麼衛生會寫掌停板 因為他就會掌停嘛 我永遠講的都是明天啦 都是下個禮拜啦 同學我講有沒有道理 今天四個半小時你又過去了 對不對 同學你有沒有加賴 你有沒有加賴 我昨天摳訊說 昨天 衛生在105塊的時候我摳訊 摳給你看 哎呀 同學 你不要在這裡 這裡 不會做股票 在那邊自己亂搞一氣 哎 真的是 還去放空衛生 你知道衛生的空單有多少 老師 這跌下來放空 這家公司要倒了 你看 空單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空單一直增加 昨天 艾普沒亮 207 303 昨天最高真的是303 對不對 沒騙你 今天最高305 9點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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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勝金上公 短線有嘎空的氣勢 9點17分 還沒有漲停喔 9點17分 才漲兩塊錢喔 到12點漲停板 很多同學都在 老師你怎麼知道他會漲停板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得懂 我跟你講 股價不是鍾翔老師能夠控制的 我講真的啦 我不能控制股價 但是我看得懂 我四個半小時 我都在幫 幫同學在盯盤 我再看得仔細一點 看得仔細一點 對不對 同學我講的話有沒有錯 沒有錯嘛 所以加啦 好不好 加啦 分享標股的攻擊模式 今天大漲400多點 你會不會很高興 如果你有威勝的話 你是很高興 如果你有精彩的話 你是很高興 對不對 還是你有生陽辦 你也很高興 但是 今天兩千塊再去買紅色的 就不高興了 對 就不太高興了 今天 早上去追星雲的 也不高興了 對不對 今天喔 今天有宜特的還蠻高興 今天有宜特的還蠻高興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講 昨天有一個加賴的人 他昨天買宜特買140幾 今天最高來到155 我告訴你喔 今天有一個會員來問我 這一趟他 這一支股票他也當衝 好 老師怎麼衝 148 148 看到嗎 148 最高價 155.5 他買到148以後 他直接掛155出 他沒有掛155.5喔 他就掛155 尾數是不是258 他買到以後就掛 然後 因為我教他的嘛 掛完以後怎麼辦 掛完以後 老師成交了 馬上打電話 老師我一定要參加你的會員 老師你都知道那個價錢多少多少多少 阿姨特下禮拜會不會噴出 會喔 會喔 你注意到喔 他是這樣噴出 他這一天漲停喔 這一天漲停喔 這一天漲停喔 大盤 當然啦 最近也漲蠻多的啦 有一天 那個 台積電跌停的隔天 台積電漲停嘛 伊特就漲停了嘛 伊特是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供應鏈好不好 同學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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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積電的台積電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精彩是不是 找精彩第二是不是 隨便你啦 我沒意見啦 看一下 漲幅排盤 你看 對不對 精彩是不是漲停 創意是不是大漲 創意是不是大漲 對不對 伊特是不是大漲 伊特是不是大漲 這都是台積電供供應鏈 那老師我去買萬潤 買了剛好 中槍 咚咚 同學不要在那邊亂講 好不好 我跟你講 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四個半小時 你要知道四個半小時可以做很多事情 老師我是那個醫生啊 我是律師啊 老師我要上班啊 我是銀行行員啊 有老師的call訊 老師帶進會帶出啊 老師帶進會帶出啊 對不對 早上直接call IP股 就先不要做 我們來找神盾 所羅門 或是安國 怎麼樣 同學怎麼樣 好 交還給主持人 謝謝中翔老師的分析喔 老師不斷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當沖的同學 一定要注意要有量 因為有量才有價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之後 有更詳盡的個股分析 歡迎回到標股極先鋒 先帶您來關心一下 三大法人的買賣超情況 今天三大法人呢 是同步買超台股 尤其呢 是外資是大買了453億喔 那投信呢 是買了60億 而自營商也開始轉買了 是買了27億 那中翔老師就要請教你喔 三大法人同步買超 看起來台股的盤式好像比較穩定了 那如果呢 我們要挑當沖股的話 是不是只能挑強勢有量的 這樣才比較好沖呢 同學有時候喔 大家喜歡挑強勢的 也不見得啦 你要挑有主力籌碼在裡面 我問你啦 我隨便舉個例子啦 你看一下宜特 台積電概念股啊 對不對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縮小 縮小縮小 你看 台積電跌 它也會跌停板耶 跌停板你想賣對不對 你想賣我來買啊 對不對 這一天是漲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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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創新高了 我問你在這裡的時候 你是認為它是弱勢股嗎 這跳空跌停耶 對不對 同學 現在KDM&CD都往上了 頭線也在買啊 外資也在買 對不對 好 再來看一下 衛生 對不對 這一根是跌停耶 因為台積電跌停它也會跌停啊 回到平台了耶 今天是跳空站上所有的軍線耶 你看融券那麼多 你看主力買那麼多 對不對 就上去 對不對 這一天的量七千張 隔天一萬一 今天兩萬二 老師 量出來了 對啊 九十幾塊的時候沒有量 你信你嚇得要死啊 對不對 同學我說有沒有道理 啊老師那我們找那個創新高的股票 精彩 對不對 它自己是創新高啊 今天 今天拉漲停是不是 今天看一下拉漲停 這裡 十六號嘛 今天拉漲停 老師我禮拜一再去追 小線啊 昨天外資開始賣了 老師今天外資會不會買回來 我怎麼知道 老師我打個電話去問一下 可以啦 你打個電話去問一下 老師打電話比較快啦 你打電話太慢了啦 好不好 所以同學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要有量嘛 你看 我昨天怎麼寫的 十五號 量大好充 當日市當日幣 鎖定特定的股票來做 對不對 這十五號 這十四號 當充事先選股 要了解股性 我是不是把這些股票都寫在這裡 當充操作其實風險很小 我問你啦 舉例來說好了啦 台積電跌停那一天 如果你手上有股票 隔天一開盤就跌停辦 你不嚇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股票是跌停下來它又會漲上去 所以你不會怕那沒關係 但是一根跌停總是不舒服嘛 對不對 好我跟你講 當充風險很小 對不對 因為當充就平常了嘛 低買不追高 最多賠手續費嘛 有時候可以賺便當錢 有時候可以賺通告費嘛 有時候可以賺一百萬嘛 你可以就看量嘛 對不對 你看啊 當充選股 手中成交量 有量才有價差 好進好出 是不是在這裡 你看衛生 你看安國 對不對 你看衛生 我是不是都選在裡面 你本來都沒有衛生 你本來都不看衛生嘛 對不對 現在看了嘛 老師我現在開始注意 我把它設定自選股 現在開始設定自選股 老師就是要找股票讓同學去做啊 不然呢 老師四個半小時就是要盯盤啊 就是要看啊 你在這裡參加會員 要的就是老師的專業在這裡告訴你啊 不然呢 那 早上 摳一通 怎樣怎樣怎樣 摳一通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 四個半小時 結束了 看完了 沒事 沒事 所以同學在這裡 我在這裡跟你講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這樣 外資 我告訴你 前幾天不是大賣 我告訴你今天會大買 我昨天晚上有沒有選 8月15號台股小跌 對不對 主因是台積電紅海跌嘛 看來明天要大漲 只是當衝選股不容易 因為有時候開高會走低 那有的股票會開高走高 老師什麼股票開高走低 來給你看一下 這股票開高啊 2090 1940 這樣下來是100多塊 很慘耶 對不對 新雲 老師快漲停板了我趕快去買 結果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同學 這股票喔 真的啦 你不會做就不要自己做 你賠錢 中小老師在這裡是 幫你惋惜你知道嗎 對不對 因為你賠錢了 你就不會想說 我來找中小老師 對不對 你賺錢不是每次賺錢 看我節目賺錢的都來找我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啊 這趕快加爛 好不好 禮拜一哪一支股票可以做 來 當衝加隔日衝 無懼盤勢上衝下襲 就是要有沒有負擔 我問你你今天今日是今日幣 你今天當衝八趟你已經賺了八趟了 禮拜一漲跌跟你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禮拜一怎麼做 交還給主持人 好謝謝中小老師的分析喔 提醒您投資有風險 買賣錢還是要審慎評估 標股幾先鋒 下周同一時間我們再會